嗨,大家好,我是沫村奶爸 趁接孩子之前,我就早点出门 然后上旁边购物中心来买点菜 买点羊肉卷 因为周末要请朋友上家来吃饭 然后再买点水果什么的 孩子这两天上学带的水果也不多了 戴上口罩,咱们现在干净的 整完了之后还得去接我儿子放学 接完我儿子接我姑娘 这一天满满能能啊 走着 拿着购物袋 我们家购物中心旁边有一个亚洲店啊 亚洲食品店新开的就是都买一些亚洲的食品挺好的 特别方便 这样就不用去菜市场了 我们家的东西还是挺选的 对 紫阳肉卷 在这 尝尝吧 这个不错 牛舌卷11块5 买一个 看啊咱们亚洲这种食品呢 都是非常全的啊 买一盒这个豆腐乳 王志盒豆腐乳 王志盒豆腐乳 看老干妈 你不错 我心里面上的北京好鸭子 你站这儿啊 我心里面上的 像我女生 你这样啊 我心里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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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宝猪短时间没吃过这碗 亚洲超市买完了咱们上这个本地超市买点虾 买点虾买点水果 我给你买个哈密瓜 三块五一个 老梅 三块七盒 这个秧头是17块钱 18块钱一公斤 小啊 来一袋吧 行了啊买完了回车里 现在得抓紧时间 上学校去接孩子去了 孩子快要放学了 一共是花了不到90块钱 在这个加州超市花了好像36块钱 买了两盒羊肉卷 因为家里还有 就怕不够我就多买了点 然后看那有个牛屎挺好的 又买了一颗牛屎10多块钱 然后之后买了一道金针菇 在亚洲食品店 在亚洲食品店花了36块4毛5 然后在这个本地这个超市 花了54块5 亚洲食品店 买了一瓶奶茶 奶茶3块3毛钱 不知道国内卖这个奶茶多少钱 然后买了一袋金针菇 花了3块钱 然后这个王志和的豆腐鲁 花了3块2 牛蛇花了11块5 然后两个这个羊肉卷 一个是6块5 两个花了13 就这些 还买了还买了一个蘸料 花了2块5 然后我在这个本地这个乌尔斯这个超市 买了这个虾 为啥花那么多钱 是买虾了 买了一多公斤的虾 花了这个30块钱 30块5毛钱 然后又买了一个哈密瓜 这个哈密瓜花了3块5 买了两盒草莓 一共是花了7块4两个 然后又买了一袋这个鹰头 这鹰头花了13块1毛钱 这个鹰头 这个澳洲的鹰头 这个车里子 再不吃反而就过季了 现在都在这个超市里面碰不着这种大的了 只有到那种菜市场 能碰到那种特别大的 特别大的也就贵 上次我买25块钱一公斤 这个鹰头才18块钱一公斤 所以说这个小 有的时候小的就不好吃 好多时候我一拍购物物价的问题 好多小伙伴说 你经常购物都看腻了 但是每次我一拍购物物价的视频 就引发很多的争论和热议 而且播放量也是一直聚高不下 评论量也是超级的多 所以说证明我每次拍购物 拍澳洲的物价 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愿意看的 然后就有很多次都是相同的问题 我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澳元 好多这种看视频的网友 不厌其烦的这种说 说你这是人民币还是澳元 当然我在澳洲挣钱 我花的肯定都是澳元 在超市标的肯定也都是澳元 不可能是人民币 一这样一说 又有小伙伴说了 你这个物价也不便宜 你看你买了一个占料2块5 那一乘以汇率澳元 那就是十几块20块钱了 不能这么算 因为我们在澳洲挣澳洲的钱 花起来也是挣澳元 花澳元 跟你在中国挣人民币 花人民币是一样的道理 就像我买一个奶茶 花了3块3毛钱 但是我每个月也是 比如说你在中国的大城市 这种一线二线大城市 你一个月挣1万块钱人民币 我在澳洲一个月 也挣1万块钱澳币 我买一瓶奶茶3块3 你在中国买一瓶奶茶是多少钱 应该这么比 这么比就比较公平一些 因为你挣的钱和你的消费 是一样的货币 行了奶爸也不多说了 奶爸拍视频 也就是说拍我的一些基本的生活 就我正常的生活 就这样的出门购物 然后收拾花园 接孩子放学 陪孩子玩 然后上班 也就是这些一些生活琐碎的一些事情 这就是我拍这种生活视频的最初的一个出总 因为我就想记录一下我自己的生活 不可能像有些博主说出去玩旅游 天天就是拍那些旅游的视频 因为我不可能天天去旅游 如果我去旅游 就当然了要拍我这个旅游的视频了 但是我要在家就是拍这些生活琐碎 行了我现在要去接孩子放学了 这期的视频奶爸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是猛色奶爸 咱们明天见拜拜